千呼萬喚,5000元電子消費券網上登記 終於在今日,7月4日開始了 等這5000元,真是等到頸都長埋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立刻上網登記了 今早一起床,8時2,打算上網登記 看一看一看,12萬人排隊 前面還有差不多5萬人,這次大件事 打算去吃早餐,回來再繼續 吃完早餐回來,見到這個牌 告訴我,輪到我了,打算可以登記 一按進入,告訴我,你的隊列號不再有效 過了10分鐘,你都不按,就要排隊 好,儘管再按過 一按過,更誇張 隊列號54萬5千多 前面還有33萬6千多人 那一刻徹底崩潰 在排隊的時間,都和大家一起重溫一下關鍵日子 由今天開始登記到17號,就是電子登記時間 沒什麼所謂的先後次序 最後都是同一天派錢 如果你是八達通登記的 8月1號打後就派一次卡 拿2000元 第二個日子就10月1號再拍一下 再下一個日子就12月16號 就拿完最後1000元 那就記得了,最後1000元你要拿 前提是之前那4000元要花光才行 記得要留意了 然後再提一提大家,在哪裡拍卡呢? 其實就是在補貼領取站 其實你見輕鐵站也好 地鐵站也好 以及一些巴士總站交回處也好 你會見到這些綠色 或者藍色的機器 你記得了,你要對準藍色這些補貼領取站的機器 你拍一下八達通 它每一次就會替你補貼 2000元、2000元或者1000元 另外七仔、Circle K、衛康等等 都可以替你領取補貼 還有八達通服務站 或者八達通應用程式 諸如此類 如果你電話有裝的都是自己拍 只不過簡單方便 你可能在地鐵站或者巴士站那些拍 會比較容易接近 等了一會,頂不住了 決定重新登記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再排短一點條隊 這次好運氣 再登記不知為何沒有前面條隊了 大家一起開始 去到官方版面 你會見到立即登記 左鍵按進去 有兩個,一個是有脂肪便和沒有脂肪便 選擇沒有脂肪便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了 你繼續按左鍵 然後你再按進去 你會見到一些指印的 第一版就是資格準則 你要98歲 香港永久性居民等等 不同的條件 第三項要符合在港居住的要求 大家可以留意 一路滑下去 母子方便 IMSmart 帳戶 要有甚麼資料要準備呢 第一樣是身份證和簽法日期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上年拿過一萬元 會有兩條問題問你 包括其中一條 就是上年你拿一萬元的時候 用哪一間銀行的帳戶號碼 你要最後五位數字 其次就是一個可以收到 SMS 的電話號碼 你會填最後四位數字 如果你忘記這兩條問題 或者找不到 你也可以繼續申請 你繼續申請 之後就需要上載你的身份證 完成登記之用 如果順利完成登記 你會收到一個由 6059-1120 發出的 SMS 短訊提示 就告訴你 你已經成功登記了 他做查核的工作 如果大家忘記了 之前用哪一個銀行戶口做登記 不用擔心 因為每一間銀行的網上理財 你發現了現在有一個新的項目 就是現金發放計劃 例如我舉例 匯豐銀行 你按入網上銀行 lock in 之後 右下角你見到的現金發放計劃 你可以按進去 按進去 就看到你之前原來用這個戶口做登記 你就可以找到戶口號碼 然後繼續按進去 你就會見到一些登記的 留意事項 包括你每個計劃只可以登記一次 以及選擇一款的儲值工具 再按進去 你會看到登記時限 30 分鐘 你就不要等太久了 剛才的資料可能你先準備了 會更加方便 按進去 開始登記 一開始就有些聲明和承諾 包括申請者登記本人 以及資料用途等等資料 大家自己可以看看內容 然後看到最底 就有個格格 你就按進去 本人以仔細閱讀 並同意聲明及承諾 包括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內容 不按進去就應該不可以繼續去 開始進入登記了 你先填你的身份證號碼 以及簽發日期 簽發日期是你身份證下面 那一早的日子 然後就驗證 例如今次做驗證的圖是巴士 你就按按 有巴士的圖 驗證完之後填聯絡電話號碼 用來確認收到你的申請 然後第二部分 選擇你想取消費券的工具 今次我選擇八達通 按一下 八達通號碼你要知道的 以上就是八達通號碼 擺放號碼的位置 一個九位數字 八個數字加一個固號碼 另外八達通卡 迷你八達通卡 手錶 或者配色都有個號碼 在這些位置 讓大家看看 第三部分 還有聲明最頂的 對上二十四個月都在香港 按下一步 最後看看資料有沒有錯了 沒有就按確定及提交 最後一個版面 就會說謝謝你的登記 我會有個參考編號給你 你記下這個參考編號 然後過一會兒 你會收到一個 由6059-1120的短訊 就會給你一個參考編號 就說收到你的登記 就會進一步的處理 有什麼查詢 打到185-000去查詢 如果大家覺得用電腦登記很複雜的 你可以看回我上一段影片 用紙本登記 去郵局 或者去民政事務處等 拿份份再交都可以 不一定用上網 或者電子登記 只不過交紙本的話 會遲一個月才會得到錢 大家要留意 五千元消費券的影片 就在此完結了 如果大家有投資相關的內容 想我拍的 儘管在下面留言說吧 我看看我能否幫到大家 幫大家做資料搜集 多謝